我们说到近期谁是世界老大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在美国当地10月12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其任期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 他就定义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 而且远超其他国家 另外他认为俄罗斯是地区性国家而非大国 那么对此俄罗斯做个感想 需要观看呢 普京在2016年初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就展示了他对超级大国的理解 普京称俄罗斯不追求成为某个超级强国 这代价沉重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俄罗斯在经济上还遇到了一些困难 普京曾将自己比作是带领俄罗斯走向复兴的最佳人选 但由美苏争霸的前车之鉴 他对超级大国的定位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 早在2013年底的国情咨文中 普京就曾明确表态不追求成为超级大国 我们永远感到自己的国家 但我们并不承认为一个超级国 以为国家和国家的积极 我们不拒绝能让他进入趣 我们不释放任何人 我们不承认自己的信价 我们不想承认一个人 普京虽然明确表态不与美国争霸 但面对西方的战略挤压 俄罗斯选择了正面回击 目前俄罗斯武装力量分布在四大军区 分别是西部军区 中央军区 南部军区 东部军区 由于美国在靠近俄罗斯的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和重型武器 西线成为俄罗斯防御的重中之重 由西部军区负责 俄罗斯西部军区军区司令部设在圣彼得堡 负责保卫首都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出海口圣彼得堡 统侠的总兵力超过40万人 占俄军总兵力的52% 2016年西线防御仍然是俄罗斯军事工作的重中之重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12号宣布 俄罗斯今年将新建三支师级部队 部署在面向欧洲的西线地区 除了在西线新增部队之外 俄军还加速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 绍伊古说战略导弹部队将由5个装备 现代化导弹系统的导弹团进入战斗执勤 去年装备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和弗拉基米尔 莫诺马克号最新型核潜艇的6个战略导弹部队 开始进行作战值班 今年将会继续用新一代的武器武装战略导弹部队 此外俄罗斯还将有计划的完善战略核力量的基础设施 包括战略导弹潜艇驻扎点和远程飞机机场 那我们从2016年俄罗斯的战略军事部署来看 它的战略核力量依然是起王牌 就连美国也要忌惮三分 那么近期俄罗斯更是发表了相关专家的评估称 即便是美国现在所部署的反导系统 也无法抵挡俄罗斯如此大规模的战略部队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成立于1959年12月17号 是战略核力量的地面部队 美苏争霸时期 苏联把核战争胜利的希望 几乎都寄托在战略导弹部队上 上世纪60年代末 苏联的核力量就与美国基本达成军事 战略导弹部队的兵力曾达到50万人 到苏联解体前 战略导弹部队拥有苏联核武库中的 56%的战略发射系统 2500件中的1398件 和64%的核弹头 10271枚中的6612枚 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的战略导弹部队失去潜在对手 在21世纪初 由独立军种被降格为战略火箭兵这样的兵种 不过近年来 俄罗斯重新加强了核武装 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水平 在各军种中首屈一指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计划 2020年前 俄军现代化设备和武器装备比例 应达到70% 其中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应达到100% 目前俄军战略导弹部队固定机座的导弹系统 分重型和轻型两类 重型有RS-20V导弹 北约代号 萨弹 轻型有RS-18和PS-12M2 北约代号分别为匕首和白羊M 移动机座导弹系统 包括白羊地面移动式导弹系统 以及有固定和移动两种机座配置的 地面移动式导弹系统亚尔斯 而俄罗斯海基的战略核武器 即战略核潜艇 以及空机的战略核武器 即战略轰炸机 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俄罗斯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已有三艘建成交付 2020年前将有八艘加入俄海军 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图160 图95 图22 被称为俄军战略轰炸机 三架马车的战机 就在对叙利亚的反恐空袭中 大展威力 不论是在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中 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口中 发展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都是俄罗斯安全政策的基础 近年来 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 俄罗斯在战略导弹机动性 和应变能力上大作文章 据俄塔社报道 俄罗斯正计划 复活苏联时期的导弹列车 导弹列车 全称铁路机动导弹作战系统 苏联时期可在任何有铁路的地方 发射战略导弹 1993年1月 俄美签署削减和限制 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导弹列车于2005年退役 但条约没有禁止 制造新型导弹系统 随着俄美关系 近年来持续紧张 俄罗斯在2014年宣布 恢复制造导弹列车 俄罗斯未来导弹列车 全称巴尔古今铁路导弹作战系统 俄塔社报道称 该系统将于2019年开始服役 2020年前 俄战略导弹部队总共计划 组建5个装备列车导弹系统的导弹团 每个团将配备6枚亚尔斯战略导弹 每枚导弹可携带3到4枚核弹头 根据最新设计方案 巴尔古今铁路导弹系统 使用的特种车厢将与标准铁路车厢外形相同 但车厢十分坚固 导弹列车系统自己能力可达一个月 一天内可机动1000多公里 可隐藏在铁路支线或隧道中 接到发射命令三分钟内 战略导弹就可进入发射状态 俄罗斯专家周刊网站2015年6月刊登题为 神出鬼没的巴尔古今 给美国的大惊喜的文章称 巴尔古今铁路导弹作战系统 是俄罗斯新的报复武器 这种从天而降的导弹列车 能给任何敌人的领土造成毁灭性报复打击 在每天上千列穿梭在广袤土地上的火车中 要用肉眼或太空监测工具 发现导弹列车的位置 对美军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采取拦截措施就更不用说了 路透社报道称 一旦巴尔古今导弹列车部署 俄罗斯掌握的可移动全天候发射的核弹总当量 将达到约3600万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朝鲜半